同样是多米诺五元披萨 然后 为了我们能尽快的把它所有的品种都试吃一遍 我选择了两个不同点 一个这个是样子的 这个馅不一样了 它是变成了芝士和火腿的 所以说馅上面的内容不一样 第二个呢 不一样的地方呢 它是我选 这次选择了不一样的底儿 超薄底 我们下次选超厚底 这样我们三种底儿就都试过了 那么试一下这个超薄的火腿和芝士 嗯 很好吃啊 它芝士是千丝的 然后 配上底下的BBQ酱 正确感觉这个披萨很湿润 嗯 哦 嗯 不可以更多了 嗯 嗯 嗯 区别我觉得,吃这个底儿,这个底儿真的特别薄 然后因为它特别薄嘛,所以这底儿就已经有点,边儿的部分就很脆 但中间的部分依然还不错,你看它其实料撒的不是很均匀 这一坨是有火锤的,你看这一坨有火锤,这边刚才吃的有没有 然后我选一个有火腿的部分,来试一下 今天一直在忙修车啊,很累,然后明天吧,再拍那个室内的情况 嗯,火腿少的时候吃不出来,火腿一多就吃出来了 它的火腿是这个烟熏味的,有很重的烟熏味 但因为它这个酱比较甜,所以综合掉了它 烟熏或者死咸的这个味道 总体上这个还不错啊,火腿多的地方口感也丰富了很多 但是我感觉不如它那个芝士多的地方来的好吃 实话实说,那么欢迎关注微博搜索,为之小白,有互动 拜拜